根据运安会提供的资料 工程车9点28分时候从这个地方反裸边波 不到一分钟泰鲁阁号经过撞上时间停格带 9点28分47秒 运安会重建泰鲁阁号事故现场 透过CCTV拍到工程车8点49分59秒 载着轮胎从台九线115公里处右转开进工地 之后他们再根据工程车的行车记录器 还原工程车位置和移动路径 原本车停在顶坡 旁边一辆怪手帮忙卸轮胎 之后工程车过弯卡到树丛 但这是因为熄火 行车记录器失去画面 怪手疑似协助脱困 但后来工程车不明原因翻滚落下边坡 被从人和隧道开出来的泰鲁阁号迎面撞上 9点28分50秒到9点29分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明显的烟尘 这个下面就是这个铁轨 那个大清水隧道那边铁轨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烟尘浮上来 那个就是列车已经撞击到工程车之后 事故之后也就是9点33分 还有车辆移动 预案会还提供这个画面 工程车停在铁轨上卡着树枝 当时时间是9点28分34秒 列车停格在9点28分47秒 研判工程车翻落到铁轨 实际与泰鲁阁号撞上 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 明明应该停工 是否偷施工 车辆熄火后发生什么事 都有待监警调查 东西文造我的 泰鲁阁号刚出隧道 先经过大弯道后 看见工程车已经侵入轨道 而且车头正对泰鲁阁 接着对撞 后续列车左偏出轨 再撞上左隧道口 列车继续往隧道冲 但行车画面只剩一片黑 这短短的撞击过程 从撞上工程车 再撞隧道口就一秒不到的时间 而且从和人隧道口出来 到清水隧道 这一段距离约300公尺 推估7秒时间 又进隧道成为事故关键 13.6 我们的司机员 他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工程车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 还原事故时间点 泰鲁阁号在4月2号上午9点28分 38.5秒出和人隧道 中间会经过一个弯道 工程车一直到9点28分 43.6秒 才出现在行车记录画面中 而且就在看到工程车 到撞上短短200公尺距离 列车就在不到2秒时间 28分45.5秒 跟工程车车头对撞 整辆车车头左倾出轨 接着于1秒钟时间 28分46.6秒 又在撞上清水隧道 左隧道口 这两次撞击过程当中 由于司机员 可能更早看见工程车 专家推估 从看见到撞上 只有3到4秒做反应 而司机就在列车撞击前2秒 急刹车 整辆列车时速从125公里 降到121公里 而这也是列车速度 记录的最后一个数字 整辆列车从出隧道 再进隧道7秒时间 但司机员看到工程车 到反应只有4秒时间 扣除人体看到 到动作的反应时间秒数 司机员紧急刹车 越安会调查也认为 司机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但是时速降到121公里 还是不足煞停 司机在这7秒 保护乘客 已经让伤亡数字 大大降低 东森学文组合报道 4月4号这一天 第四节车厢 从隧道里被拉出的这一刻 关键证物也重见天日 因为运安会人员 在车厢里找到 工程车的行车辅助系统 还有一张小小的记忆卡 立法院被询 运安会主委战战兢兢 毕竟人命关天 监管火车车厢里 已经撞毁破损严重 运安会还是动用了十多人 在混乱的车厢内 找到了工程车的行车辅助系统 更难的是 记忆卡已经被弹出 竟然能够找得到 在事故现场 要找到工程车的行车记录器记忆卡 真的非常的困难 我手上拿的是行车记录器 像这样小小一片的记忆卡 我们都得小心翼翼的拿 因为它就是这么小一片 何况是在一片混乱的事故现场 记忆卡有多小 和一元硬币放在一块 甚至比它还要小 这么轻薄小小一片 在事故现场 简直像是大海捞针 竟然让运安会人员找到了 工程车何时滑到铁轨上 如何滑落 答案都在记忆卡里 现在被视为侦查不公开 却也再度戳破李毅翔的谎言 为什么没拉手刹车 我有了 黄称手刹车没拉 却被发现车祸发生之后 站边坡冷眼旁观 随着微小的关键证物出现 也逐渐拼凑出事故发生的原因 东森新闻梦将冬一贤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身穿背心的刑警 开着真房车回到事发的工地 悄悄进行搜索任务 这回执行的地点 不是在法家湾旁的货柜屋办公室 而是在工地外的两个橘色货柜屋 透过窗外看进去桌上摆放许多文件资料 警方这回拿着证物带扣走的 疑似就是员工名册以及施工日志 更重要的是要一一戳破李毅翔的四大谎言 事发在清明廉价第一天 按照合约规定不准动工 但是监视器却拍下工程车 载满轮胎进入工地 李毅翔落网之后公称 当天有按照规定停工 但是随着画面曝光 被发现原来还悄悄失作 编驳缓冲工程 说没有施工根本就是骗人 透过救护车到场的行车记录器拍下 发现工地周围除了逃生的乘客之外 其实还有许多工人 起初李毅翔向检方公称 当天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巡视工地 但是现场的画面 却拍到他与旁人聊天闲话 所以证实当天在场的人数相当多 再度戳破李毅翔的谎言 起初获得交保 李毅翔在媒体追问下 还大言不惨地说自己有拉手刹车 但是事后预安会调查 发现他车辆卡在边坡 布置车辆没有停妥 轮胎下更没有放置石头 甚至连手刹车疑似都没有拉 逃生的乘客拍下 李毅翔在边坡上看着 轨道区发生如此重大意外 但他真的不知道工程车滑落吗 根据运安会调查 当时工程车掉落轨道 李毅翔应该全程都知情 第一时间却没有通报台铁 错失黄金时机 才会发生如此重大意外 李毅翔四大谎言全被戳破 征讯期间几乎肩不吐石 检方除了先假扣押李毅翔 与东兴营造3.71的财产 也将要透过更多证据 挖出更多李毅翔不愿说出的真相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4月2号早上8点09分 李毅翔开着满轮胎的工程车 前往事故工程 而且副驾驶座还有人 车子在8点49分进入工地 事故后李毅翔宣称 独自一人去巡视工程 但监视器会说话 戳破李毅翔谎言 副驾驶的身份我们已经掌握了 可是目前我们还在查询 那他到底是不是副驾驶 或者只是他 只是跟他一起到现场的 这部分我们都还在查证当中 已经派员居提了 事件发生之后 工地里的人全都跑光 副驾驶坐的这个人 疑似是移工 花检透露已经请移民署 协助调查追查下落 而事案人数恐怕也如滚雪球般增加 路口监视器拍下 早上9点20到9点25分之间 又有其他车辆其他施工人员陆续进到工地 种种证据都指向当时工地并没有停工迹象 研判工地在廉价期间根本违规施工 恐怕有很多施工人员都有目击事故发生 这几天都在陆续的在约谈当中 应该有二十几人次了吧 检调一步步拼凑事实真相 也要调查是否另有隐情 死伤惨重的人祸 除了李逸祥之外 其他出现在现场的所有人员 一个个都要揪出来 不然怎么对得起 无辜丧生在隧道内的50条人命 东西新闻黄一鸣 SNG小组在华林报导 这些堆放在工地旁的轮胎 原本是要阻止异物掉落 没想到为了从工程车上卸下轮胎 反而成为泰鲁格号重大死伤的导火线 明明是清明廉价 说好工地不开工 但是李逸祥却开着工程车来到工地 并且紧一旁的怪手 协助将车上载运的轮胎卸下来 但没想到当他要回转离开的时候 意外却跟着发生 根据运安会调查 当时李逸祥驾驶的工程车 就在这个法夹弯的地方要回转 但疑似车头前的轮胎 卡住旁边边坡 第一时间一旁的怪手 疑似要夹住接住脱困 但是没有夹稳松脱了 才会导致工程车滑落边坡 运安会调查记者会上 通过工程车行车记录器上的画面 加上经纬度定位 绘制出现场示意图 当时李逸祥卸完轮胎 往前回转疑似因为弯度过大 导致前轮卡在边坡 也就是二号位置 怎么偏移到三号位置 运安会怀疑 加时李逸祥 就是在此时离开工程车 并且由一旁的怪手 试图要将车辆稳住拉回 却因为没有扣紧松脱 才会导致整辆工程车翻滚掉落轨道区 强调将会把搜集到的资料 交给检调进行后续调查 实际看到现场 在救灾期间就有警方的巡逻车 在同一个坡道卡住 加上地面上满是沙尘碎石 轮胎痴力力大幅下降 连普通轿车都如此 更何况是十顿重的大型工程车 随着画面逐渐曝光 事发经过也即将真相大白 东西新闻林玉泉 林军坊 ACG小组在花莲报道 这一组位在车右侧旁风筒 就是气压刹车存气空间 保养确不确实很重要 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们会多加装一个空气刹车 这个都是机器的东西 什么时候要坏 多少都会有征兆 业者说 原厂配备的 除了原本手刹 还有基本气压刹 一般加强改装空气棒刹车系统 主要还是爬坡的时候 能够用得到 工程车在停车未熄火情况 改装功能仍就可以使得上力 这个就是只有在锁死后轮而已 对 以这个顿位的话 只不过依现行法规 空气棒改装与否 并非验车必要项目 就是因为气压刹车 主要功能其实只是辅助而已 只要你刹车正常 就可以了 但工程车业者透露 像是气压刹车系统改装 在作动过程中确保不漏气 平时的检修和观察 才是最大关键 每一天一定要询示 有没有再漏气漏油 另一项关键就在于 工程车在系统作动过程 严禁搭载杂物等重物 对于工程车的停止稳定度 举足轻重 一定要清空我们车上的东西 这是标准的停车方式 有其他专家透露 气压刹车系统改装 原厂几乎不认可 但民间重顿位车业者透露 改装家的空气棒系统 多了一道安全 整体的把关仍在于 车体的定期检修 才能防止气压漏气 也是最大防护的安全关键 东森新闻 蔡林汉 陈志辉 台中采访报导 为什么李一祥要在 七明年假冒险施工呢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 因为这个工程 最多只能展延到四月下旬 而依照合约 这个工程如果到时候 没有办法如期完工 延期一天要罚12万元 根据最新曝光的合约 李一祥不可以在 已经停工的日期 进入工地施工 但依照合约估算 如果四月26号 展延的期限还没有完工 台铁可能对他求偿 超过十亿元 可能就因为这样 导致李一祥 铤而走险 但是为什么在撞车前 台铁兼工 没在现场呢 以这个工程来说 台铁委托中眼 监督联合大地 联合大地则是监督东兴和易祥 而台铁也会派出监工 直接督导中眼人员 但台铁说 二月份就发出公告 这个工程七明年假要停工 所以台铁兼工雄德育 在出轨事件发生时 没有在现场 事件发生后才赶回去 因为台铁根本没有想到 李一祥会偷偷跑进去 明明是台铁的工程 台铁作为最高督导人员 却没有任何机制 防止施工包厢偷跑 其实台铁内部员工也说 这个监工本身就是吃力不讨好 监工的制度上的设计 反而比以前他在当领班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月就少了2500块 台铁员工透露 工地监工这个角色 不但工作吃重 责任重大 实际领到的薪水也会变少 但台铁若持续以一纸公文 指挥各地施工和停工 没有建立更积极的监督机制 难保以后不会再有意外发生 东西闻李燕颖 傅嘉欣 在台湾的 台鲁格号事故进入第六天 七号凌晨一点多 工程人员总算将第八车厢 从隧道拖出来 三点三十六分送到和人车站 知识第八车厢严重变形 能提前一天将车厢给拖出来 全靠这一位师傅 现场来回 走动紧盯一带的蓝色施工帽的 是正一钢索陈永郎退休老师傅 已经七十岁了 见到新闻报道工程有困难 二话不说敢来帮忙 华伦点凉机它是它的专业 它认为可能它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所以它就到现场来看 那么跟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它愿意提供这些器材 机器 拿医务来协助 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它今天是昨天到工地嘛 对不对 今天很早回来 没有啦 昨天都拿出来 你们是自发性的对不对 实际来到 当成有朗老师傅的公司 儿子相当低调不受访 只透过爸爸很晚回来 正在休息 身为华联人帮忙出典礼而已 而镜头回到事故的现场 目前车厢都已经顺利移出隧道 只有第六节车厢 还暂时放在一旁 一早建设人员 拿了三大袋的证物出来 抢修队也再来六节长车 清理隧道车体 残骸碎片 而隧道外 大批的工程人员 也拿铲子把轨道拆除 进行抢救作业 我们是预计 4月10号 完成这个轨道的 包括电力 套制的这个复旧 台湾市西的检测报告 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根据 这个节关权检测报告呢 来做后续的因应 隧道内外 大约有200米的轨道 需要修复 大家合力 赶攻抢修 东南轩人综合报道 泰鲁哥事故后 第一时间逃出车厢的乘客 在隧道内开视讯 和消防队求助 你继续走 你继续走 尽量拍给我看 我回到那个出来的地方 对 没错 你继续走 继续走 拍给我看 没错 就是这样 随着消防的指挥 乘客在隧道内穿梭 来 我要看那个车体 我要看那个车体 来 你站后面一点 站后面一点 我要看整个车体 电话另一头的消防队员 一看情况不妙 车体遭撞击撕裂 推撞严重变形 可以把我扫一下吗 你刚刚这边有受伤吗 这边 这边 他现在你要先知道是 他几个身材 怎么会有各个过程 这个后面有受伤 事发当下隧道内 列车上都一片漆黑 试讯的男乘客 事后还原情况 男乘客刚好是台东 替代一退伍 知道怎么减伤 向消防回报 因为他在现场直接回传说 现场目视可看见的 罹难人数 已经有十个人以下 灾情似乎开始有变道的情形 那就立即的回报上去 当时知情人员 就是这样戴着耳机 一人面对四个荧幕紧急调配 远方帮助民众 事发当时第七节车厢女乘客 打给新北市的母亲求助 母亲再向消防通报 消防员回播 才联系上现场男乘客协助 也因为乘客及时站出来 才能加快救援进度 东三新闻苏聪建杨洁 连达发王勉俊 花联报导 先为4月2号台铁太鲁格号列车出轨重大交通事故 不幸迷乱的人员默哀一分钟 刚报告之前先默哀一分钟 太鲁格408车是酿成50死217人受伤 交通部长林扎龙也坦言 已经向府院正式提出书面辞呈 您提出了什么辞呈 口头辞呈还是书面辞呈 书面辞呈 什么时候提出的 昨天 昨天向谁提出 书院长 受访11度哽咽 台铁70年来最严重的死伤事故 一大早国民党更是动员多名立委 要求苏贞昌和林扎龙都要下台负责 立委侯孟凯也拿出工程设计图 指出两年前 明明相关工程发包都已经出来 当中也要求要设计安全防护 为何现场至今却没有任何措施 交通部已经编列了安全防护的预算 为什么明明有这条预算 但是却可以放任工地 没有做安全维护措施 部长你有看过这份资料吗 没有 如果我们设了护栏 你觉得这个护栏能够挡住 这个工程车的滑落吗 应该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只是外界也质疑 台铁前局长从1月退休至今 始终都是代理局长负责 也传出是因为林扎龙和苏贞昌之间 因为派系斗争 才让人选空缺了三个多月 没有派系斗争 没有派系斗争 纯粹希望为台铁找一个最好的局长 这个人真的不好找 不只在野党 就连台东县民进党立委刘兆豪 也忍不住落下南日� 过去 国民党真的是愧对台东 但是现在我们身为执政党 我们就要全部的担负 从普游马到太鲁阁事件 台铁多年问题 蔡政府难辞其咒 得加快改革脚步 对阵下药 替花东人回家的漫漫长路 严谨把关 东西新闻 汪国运章新闻 艾特区小组在台北 西方莫德